就是因為現在那個培政APP這邊已經進入到層次端的 就是WEB跟APPLS的寫 那邊我就沒有任何的功能 所以沒有啦 所以就剛剛早上就有講到說 有找就法服的夥伴有來 然後希望這個培政的平台也可以就是擴提到法服的監禁培政專案 所以就有和法服的夥伴討論說 假設就是在法服也要做這個培政平台的話 那他們未來也許可能可以怎麼做 就先把那個框架就有了初步的討論 然後那我就稍微介紹一下他們現在的那個法服的監禁培政的狀況 就是他們現在其實他們有一個算是call center的中心 就如果有比如說像有幾個法定的身份是你如果被警察逮捕的話 警察一定要為他找到律師 像原住民族然後跟身心障礙者 那他們是一定需要 或者是語言表達有困難的民眾被逮捕的話 那警方一定要為他找到律師 那這時候警察就會聯絡法服 然後請法服派律師過去幫忙協助陪政這樣 那現在的話他們是在每個月的月初會發那個排班表 然後發給近百位律師 然後讓大家填說可以願意陪政排班的時間 那律師在那一段時間就會call出來待命這樣 然後每一個時段他們是安排這三位主要的陪政律師 跟三位備位就總共六位 那可是有時候還是會有六位都無法聯繫上 那他們就必須在往前一天或是往後一天 因為每天都有六位嘛 所以他們就可以在往前面找那三位的主要律師 或是往後一天找三位的 就他們目前的運作方式是大概是比較 可是就是比較 就比較人工啦 然後也蠻辛苦 就很辛苦 然後 那他們未來有一個想法是律師註點 就是每一個警局可以安排一位 一位律師就是 在那邊站高嗎 對對對 在警局排班 不過這還是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當這個派出所非常多人被逮捕的話 那其實一位律師還是不夠 所以他們仍然還是需要做律師排班 然後讓他們可以找更多律師進去 對 然後 喔對 剛剛有講到說如果警局 對 就這邊 就是警察如果 呃 逮捕了需要 呃 一定要一些特別身分別的人的話 他一定要找到律師 那他如何去判斷要找哪一個區域的法符呢 那其實他們就是每個軍局有他的侠序 那每個侠序其實都有一個相對應的法符單位 對 他們他們目前的現況是這樣子 那呃 接下來我們就是討論如果我們要設在法符下設設計這個配證平台的話 有幾個可能的方向 就是 首先 剛剛提到的 呃 現在的做法就是 當事人或是警察會打電話給法符 然後法國再去找律師 那其實 呃 如果對象是警察局的話 那 也許就可以直接讓警察直接上網的登檔 因為其實資訊是很明確的 就不需要像 如果像 因為我們是義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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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事人可能會打電話來 當事人的朋友 然後朋友朋友 那有時候同樣案件 可能會有七八個人打電話來 所以才會需要 呃 呃 組織者去中間做 確認跟逮選 那如果是 呃 呃 呃 以法符的狀況來講 其實大多就是直接當事人打電話來 然後或者是警局 直接有這個需求打來 那所以其實 可以讓他們上網跟打 這樣 嗯 然後 呃 那這邊就是 呃 比較是他們申請人的那個氣象 因為他們有比較特別的身份 對 喔 然後其中我覺得一個 有一個蠻 蠻 要留意的部分是 呃 其實 這個裴徵的 專案是免費的 就是法符這個是免費的 但是其實警局 警局 有些警察是很 就是會故意不讓 當事人有律師 然後會誤導他 然後或使他們 呃就是誤導他 然後讓他簽下 放棄有律師 這個切結書 那 就 然後我們這邊討論 呃 可以解決這個方式 就是 那個切結書也許可以 要有一個固定的內容 就比如說 呃 這個律師是 不用錢的 然後 呃就是他整個都是不用錢 就不會讓 警察有 空間 跟他說 呃一些 有的沒有的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剛剛提到的 上網 呃就是律師牌版 其實 其實也許現在那個 Google大可就可以 可以做 不過Google大可比較困 可能會比較困難的是 呃 可能是後續 如果要如何去確定吧 就 其實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他們現在沒有使用這個方式 不過 呃如果後續有那個平台的話 那 呃 在我們的討論裡面是覺得 可以知道 律師們直接上網 有點像搶那個 演唱會票一樣 嗯 就是一個 一個時段就是六個 然後 六個名人 然後三個是主要的 然後三個被位 然後這個時段如果滿了 就是滿了 那他就必須填其他時段 這樣 嗯 然後如果 如果 這位律師在那一天 可能突然臨時有事 想要換班的話 那他就必須要聯絡法副的工作人員 然後法副工作人員這邊再修改 就是這樣也可以確定那個 那個班表的穩定性 嗯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因為他們有分主要的律師跟 被位的 呃 主要的裴真跟被位的 所以那個 推波的 呃 就假設現在有人被打捕了 那優先聯繫的律師就可以 先以那個輪班的律師三位 為優先 然後再來才是 就是 被 被位的這樣 嗯 然後再來才是 剛剛講的前一天或後一天的 那個 那個 輪職律師這樣 嗯 然後再來就是 法服務 他們會有 呃 他們有計費的 呃 的狀況 所以會需要 抓就是 律師出發時間跟回家的時間 這個是跟我們 現在的這個平台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嗯 對 對 然後其實 後續其實就 就滿 蠻相似的 就是 呃 像是按鍵的那個 進展 狀況 呃 的回報 基本上就跟我們現在的這個 就比較相似 對 然後不過他們有個不一樣的是 呃 培增結束之後 他們會有一個 按鍵紀錄表 因為 呃 牽涉到付費問題 所以 呃 他們必須 就在平台上就必須要新增這個部分 這樣 所以還有意見的回函 跟 這個兩個部分 嗯 就這只要大家今天我們的討論節目 這樣 謝謝大家 那翻表的功能跟那個 Wool Calendar發邀請好像有點像 對啊 但好像 翻表 用 Spreadsheet好像比較 螢幕了 嗯 對 然後也許或者是說 呃 他可以直接再連結那個 我覺得主要是要連結 派報的那個優先順序 派訊行的那個優先順序 嗯 就是 對如果翻表直接動了 那他後面不需要再更改 那個系統 嗯 嗯 好 下一個